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星期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好故事呢 我想呢 现在因为进入四月份 那么再往下连到五月份 那么就进入到农历的四月份 其实农历的四月初吧 对我们来讲是很特殊的一个日子 那就是佛教的教主 释迦摩尼佛诞生的一天 佛诞 所以我就想在经典故事呢 我就从这一集开始 我就每一个星期讲一点 佛陀的一生 他的生平 他的故事 然后一直讲 讲到佛诞节那一天 我把它做一个这样连贯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对于佛教是怎么来的 那么说创立了佛教的释迦摩尼佛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佛陀 那么他的背景 他的思想 跟他到底做了哪一些事情 他主要教导我们的内容 我希望是用比较故事性的方式 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好 谢谢法师 那我们就接着听法师讲故事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 菩萨大家吉祥 从今天开始呢 我要分几个星期 跟大家来分享 佛陀的一生的故事 那么我想第一个背景呢 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佛陀他是出生在印度 那么按照佛陀传记文学的记载呢 就是说佛陀在他 要诞生到我们这个人世间来之前 他是从他的佛国净土 先去到都帅天 都帅天呢 是在天界 距离我们这个人世间 最接近的一个天界 那么他要先观察 到娑婆这个人世间来 他应该出生选择哪一个国家呀 什么样的家庭 父母是谁呀 就是一位修行的大菩萨 他要来这个人世间 要成佛 那么要决定他的整个背景 所以佛陀选定了 他的父母是在印度的 加比罗魏国的国王跟皇后 那么就是晋范王跟摩耶夫人 那么晋范王跟摩耶夫人 他们是非常情政爱民 受人民爱戴的国君 那么当时呢 他们的情况其实是结婚多年 但是呢一直都没有 就摩耶夫人都没有生孕 没有生产 那么所以期待很久 就有一天晚上呢 摩耶夫人呢 她在睡梦之中啊 就好像仿佛看到 有一位相貌非常庄严 通声发光的一位天人 然后就骑着一头六牙白象 就是一头很大的白象 那她的象牙很特别哦 一般的象牙是一对嘛 两只那这个叫六牙白象呢 是三对六只 这是六牙白象 其实呢 这个景象大家可以在哪里看到呢 在我们佛光山 在台湾总本山 佛光山的隔壁呢 有佛陀纪念馆 佛陀的纪念馆 当然因为是供奉佛陀设立嘛 那么在要进到这个纪念馆之前 第一座的建筑物叫李静大厅 李静大厅的门口外呢 右边呢 是一头六牙白象 然后左边呢 是很巨大的狮子哦 做得很大的 很多人喜欢在那里拍照 但为什么是大象 为什么是狮子呢 就是因为佛陀 他是称六牙白象 然后入母胎 让他母亲受孕的 那所以就用大象代表佛陀诞生 那狮子呢 我们所谓讲狮子吼 就是说我们在红法部教的时候 仿若狮子吼这样 所以狮子那就是红法立身了 那么这个当然是补充一说了 我们回到故事呢 就是说当佛陀他决定了 他的父母 他的背景 然后他就趁六牙白象 进入他母亲的身体内 那摩耶夫人就梦中就惊醒 说刚刚怎么会有这个 很特别的梦哦 在梦中他好欢喜哦 那过后不久他就发现 哦 原来他怀孕了 当然呢 按照当时呢 因为佛陀是在 两千六百多年前出生的嘛 那么在当时的 这个古印度的传统呢 妇女怀孕要生产呢 是要回娘家去的 所以他就要离开 加比罗魏国 然后经过 伦比尼这个地方 我们翻译成南比尼园 那么再回到他的故乡 那么南比尼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那当摩耶夫人 护送他的队伍 经过这个花园的时候 他看 哎呀 好美啊 我想进去休息一会儿 他进到里面去呢 看到一棵好漂亮的无忧树啊 他用手就攀扶着无忧树 啊 这个时候呢 就生下了太子 就是取名为西达多太子 就在这个时候生下 当然 在文学性的佛传里头 他有个很特别的记载 说是从摩耶夫人的右斜 就是右手背的下面 生下来的 各位如果看到 一定觉得 这个太奇异了 不符合常情 其实呢 当印度人的书写方式 如果他想 他是从大梵天神的口中 生出来的 你不要以为 那个嘴巴里头 真可以生小孩 其实他代表的是 印度他的身份 有分四种阶级 叫种姓制度 当他讲 这个人是从犯天口中出生 意思是说 他的身份呢 是婆罗门 是代表天神 跟百姓之间的一个 举行祭典啊 祭祀的一个宗教祭祀师 叫婆罗门 那么如果他说 是从义下生下来 那表示他是贵族 如果说是讲 肚子生下来 那就是百姓 普通的人 如果讲是从膝盖啊 脚底这样生下来 那讲他是奴隶 就是说 从犯天神 哪里生下来 代表他的身份地位 所以会有这么一个记载 但大家不要误会 而且还记载说 他生下来之后呢 这个小baby啊 他竟然站起来 走七步路 而且这七步 他踩到的地方呢 这个脚下都浮现一朵莲花 拖住他 那走了七步之后呢 这个小baby呢 就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地说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那讲完之后 就恢复一般的小baby 就睡在摩耶夫人的手背里头了 那么当然这一段的记载 又很特别啦 那如果现在讲的话 那恐怕有的人都会觉得很怀疑 这到底是什么人啊 不过文学性的描述就是这样 其实他要描述的是 这降淡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而且这是他最后一生 寿生 这寿胎出生 他将在这一生要成佛 成为最尊贵的佛陀 所以就有这么一段的描述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还描述说 天上就降下两道泉水 一个热的一个冷的 混合成温热的水 就好像我们形容就叫 九龙灌木 九龙吐水 帮太子清洗身上 干净让摩耶夫人抱着 像这些比较文学性的描述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我们心中 释迦牟尼佛佛陀 实在是太伟大了 我们太尊敬他了 所以不免呢 有一些 我强调它叫文学性的描述 就是会把它神格化的 尤其这段记载 其实在印度的传记里头啊 这个如果要讲的话 因为牵涉太多印度的 他现在宗教是印度教吗 这个印度教曾经没落过 但为了要再复兴 所以就把佛教的元素 纳进去了 然后就说 释迦牟尼佛是他们印度教的神 第几代神 所以就多了一些神话色彩 那么我想我们在读佛陀的传记 最主要我想告诉各位 佛陀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神 他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 然后他一样要修行 所以我想今天我只能讲到他出生这一段 修行到最后他怎么样出家 我就分几次再跟大家分享 那么当然太子出生 取名叫西达多太子 因为纪念这样子的一段姻缘 那到现在呢 我们在佛诞日的时候呢 大家都要回到寺院来参加 玉佛法会 那么就是这个典故由来 也是取之于佛陀诞生 然后说了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然后又九龙吐水为他灌目今生 等等的这个典故 我们会布置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御佛池 让大家来御佛 就是有这么一个由来 那么当时呢 其实作为要继承王位的太子呢 那么国王呢 就请了当时在修行界最有名的 叫欧斯陀仙人呢 就帮当时的小太子 要预言他的未来 这个欧斯陀仙呢 看到太子看了又看 看了又看 最后就放声痛哭 哎呀 吓到这国王跟王后 到底我的太子将来是怎么样 就很担忧 这欧斯陀仙人就说 啊 多么完美的一个生命啊 他如果出家修行 他会是觉悟最高真理的佛陀 如果他不出家修行 他会成为一统天下的转轮圣王 他是多么了不起啊 我哭啊 是因为我太老了 我都等不及 他长大来教导我 我来不及向他学习了 我是遗憾我自己啊 所以当时的进犯王呢 虽然安心一点 可是又开始担心了 一定不能让他走上修道的路 我要布置的 让他享尽荣华富贵 让他忘掉世间的忧愁 让他活在快乐里 让他开开心心 去继承我的王位 所以就按照这样规划 他的成长的步骤 帮他铺排得非常的 这个正是享尽世间的荣华富贵 那么希望他只有快乐 没有去思考 这个人生是怎么回事的 这个空隙都不给他 那么所以 其实佛陀在他出家修道以前 他的出生 他的家世背景 跟他即将要被安排的生活 大概就是这样子 今天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一段 那么希望下个星期 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也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法师的故事 真的是引人入圣了 是吗 等不及下个星期 能不能顺紧 干脆我们就这里等两小时 全部说完了 这个呀 因为我们节目呢 设定是半个小时 我确实有听到 有听众在反应说 能不能延长啊 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见好即收 点到为止 其实大家可能会印象深刻一点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让我们慢慢的 有时间去回味 好好消化 好好吸收 是 大家如果急着要知道 佛陀一生的故事 有一个很简便的方法 那就是回到我们 马蒂可 佛光山华岩寺的 二楼的大殿 然后你转一圈 你就看着旁边的 木刻的布雕 那上头就把佛陀一生的故事 都写完 就是用图画的方式呈现 是 这些我要感谢 我们前几任的主管 满红法师 他当时请人雕刻来 而且真的非常精美 其实法师您说到这个 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给我们听众朋友 如果真的想知道 佛陀一生的故事 其实去看 心灵大师的佛陀传 非常的精彩 我看过那一遍以后 从此 我对佛陀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 我从门外汉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 如果有时间 有那个机缘的话 到流通处可以买到 也可以借阅 佛陀传 是这样吗 是是是 图书馆是可以借阅的 对 好 那佛陀已经降世了 我们也应该听一些 比较轻快的音乐了 是不是法师 是 今天呢 因为谈到佛陀诞生 所以我特别选了一首呢 是一样是大师 就幸运大师作词 那么由新加坡的 张平福老师他们作曲 由新加坡的佛光亲 他们是边唱边跳的 来演绎这首歌曲 就叫分享 分享的这歌曲里头 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 可以看到 他其实里战三宝 看看年轻人 用什么方式来里战三宝 好 那我们就跟着年轻人 一起去里战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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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快乐 你花开眼里 迟 伊莘 太 洪 佛陀 那就是深深的缘情 缘情 那就是清静的生命 朋友 朋友 朋友有一种快乐 你有谁温柔 高山穿过 那就是圆满的佛陀 朋友 朋友 朋友有一种快乐 你花开眼里 宝舍坚固 那就是清静的生命 与你分享真理的宝藏 与你分享人生的美好 你花开眼里 宝舍坚固 你星光明亮 月色灿烂 那就是圆满的佛陀 那就是深深的缘情 那就是清静的生命 与你分享真理的宝藏 与你分享人生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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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分享真理的宝藏 It's a wonderful life 你花开眼里 宝舍坚固 你星光明亮 月色灿烂 那就是圆满的佛陀 佛陀 听完这首分享啊 让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年轻真是好啊 多快乐的 连把我们平常概念中间的 学佛呀 礼佛呀 都是很枯燥的 可是他们悟到那么快乐 我看您边听啊 好像有一点要文歌起舞了 是啊 它这个节奏 什么真正的悟到佛 佛陀佛是蛮快乐的 是 是 所以感谢佛陀降丹人间 是 其实我第一次看释迦摩尼佛传 我一个晚上把它看完的 就是下了班之后 一个晚上这样 ok 那我一边看 一边是流泪的 我也是 我是 一来呢 我感谢佛陀 没有舍弃我 因为其实我当时不信佛 而且还阻止别人学佛 所以一来是忏悔的眼泪 二来是感谢的眼泪 感谢佛陀没有舍弃我 其实也是很开心的 是啊 我很高兴 找到世界上最宝贵的这样东西 就是佛陀的智慧 恭喜 恭喜法师 我们跟随法师听 人家好心情 心情会变好 是因为有法在我们心中 是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快乐过了 轻松过了 那么现在呢 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法师我要请教您 就是前一段时间呢 我们满地可呢 就发生了一个游行 这个游行来历呢 有二十多年 就是反对警察暴力执法 那么现在越演越烈了 变成了一个暴力的游行 所以每一年呢 都会有很多辆警车被砸毁 每一年呢 就会有很多人 因为暴力的行为被抓捕 至少几十人 有时候几百人这样子的 本来来说应该是警察是维护安全 抵抗暴力的 但是现在呢 就变成了 两方都变成暴力了 对 两方都变成暴力了 以暴制暴的这么一个社会现象 我不知道法师您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评论呢 对这样的现实现象 嗯 我觉得 当我们付出什么 然后要去达到什么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从最早是为了这个游行 他要诉求一个概念嘛 对 那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游行的目的了 那这游行的目的是为了要呼吁 就是反对警察暴力执法 那如果说这么多年来下来 结果忘记了这个目的 对 那就你问我佛教的一些什么看法的话 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告诉自己 不忘初心 嗯 你不要忘记你最早的那个本意 是 如果你不忘初心 你没有忘记你的本意 那不管这个路怎么绕绕多久 有一天你会走到目的地 对 但是如果你忘记了你的目的地 最终你也迷路了 是 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要冷静下来 理性的回头去想 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要反暴力 而到现在我们变成在制造暴力 这样不但是警民之间的冲突 伤害 而且也会干扰平常老百姓的生活 对 变成他们在扰众 对 在制造事端呢 我觉得离目的越来越远 我在这里借我们节目呼吁就是说 虽然这个游行今年应该是过了吧 那么明年还会有 是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 如果可以的话 请不要参加这个已经失去目的 忘记了目标的游行 只要我们不去响应他 让他的人减少下来 如果有你认识的朋友 你说他们应该要坐下来开个会 好好谈谈话 双边对谈一下 是 理性的去谈 理性去谈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不要用这种反暴力而 反而制造暴力的错误的方式 好 谢谢法师 我们明白 我这件事情 我想举一个小故事来说 好 韩国有一位禅师叫金黛禅师 他非常喜欢养兰花 那可以讲是把兰花当成自己的命一样的 那么有一次他因为要出远门去红法 他就吩咐他的弟子 你们好好照顾好我的兰花 不讲还好 越讲了 这弟子们就越紧张 结果呢 浇水的时候 整个兰花架都打翻了 这些兰花都破了 然后坏了 哎呀大家都糟糕了 师父一定会很生气 怎么办 好害怕哦 那金黛禅师回来了 那弟子们就跪在师父面前 师父请你原谅 请你不要生气 是我们不好 那当然金黛禅师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就跟这些弟子们讲说 我养兰花 一来是为了要共佛 二来是为了要美化环境 我养兰花不是为了来生气的 你们别担心 就这样 所以我举出这个金黛禅师养兰花 不是为了生气 我现在希望借助这个禅中的公案 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分享 就是你养兰花为了什么 你现在比如说你组织家庭 你为了什么 你养育小孩 你为什么 你做这份工作 你为什么 你参与这个游行 或者举办活动 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生气的 对 你要找回你的那个初心 你的本意 对 是 不要迷失自己 谢谢 谢谢法师 其实有困惑的不光是这么一件事 其实还有呢 前一排有个朋友呢 就给我们打电话说 他很多方面他都可以想得通 都能够放下 嗯 可是呢 亲人的逝去 嗯 他久久不能释怀 两年多之前 他的亲人过去了 嗯 可是他到现在还在痛苦之中 需要得到解脱 嗯 那么法师 您会有什么样的开示给这位朋友呢 呃 我将心比心说 嗯 我的母亲 她 往生三年 嗯 我记得啊 最早 你看我一个出家人哦 是 出家三十多年 面对我的母亲离开 我就只有一个字 叫痛 我就舍不得 嗯 我的母亲陪伴我们 不是只有养育之恩哦 不是生育养育 我觉得 中间对我们一生的陪伴 引导 所以让我们很舍不得 但是我怎么去引导我自己呢 我也需要引导 我就想着我的母亲 我就很高兴了 为什么呢 我的母亲她是念佛人 她很开心 她说 啊 你们大家要为我恭喜啊 我终于可以回老家了 是 她是这样的一个念佛人哦 嗯 所以我就谨记她的教导 我越想念她 我就越快乐 嗯 因为我知道她去到她想去的地方 是 所以这位朋友呢 如果说她的母亲是有信仰的人 那应该为她高兴 嗯 我也曾经试过有一次哦 我就一念之间想到 啊 我的母亲没有了 我失去了 我失去我最爱的人了 嗯 我就想到我 哇 马上那个心如刀割 通到 马上掉到最深的地方去 是 然后我又赶快提起正念 不对 我不可以那么自私 只想我 我应该真的就想念我的母亲 我一想到她 哎 我又仿佛感觉她在极乐世界那样 笑的那么灿烂 是 那么光彩耀眼的 是 那个样子哦 我又觉得很高兴 所以我只要不要想我 我就想我的母亲 就想我的长辈 嗯 我就替她高兴 是 像这样 我是不知道你这个朋友 她的母亲有没有信仰 如果有信仰 应该要放心 是 但如果没有信仰 你与其放不下 真的难过 你越难过 离开的长辈 也会挂心啊 是 所以为了要让长辈不要挂心呢 那我们这一头呢 真的要宽解 对 放下 其实我们说放下释怀 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 对 不是说要你不要想他 而是你真的替他想 我希望你快乐 我希望你不要挂爱我们 我们会活得很好 是 我为了你 所以我会活得很好 是 这个才是真的 所谓大孝终生母父母 嗯 我们真的一份孝心的人 嗯 我要活得更好 让我的长辈放心 是 当我们快乐 我们的亲人他就快乐 是 为了我们的亲人快乐 我们也要快乐 对 这样相互牵连的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所以呢 这位朋友 我也希望说 法师给我们的这样的开示 也希望您从此 从那个痛苦中间 解脱出来 过上好生活 是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 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看一心的样子呢 好像还有问题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可以保留到下个星期继续啊 好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相约下一周再见 好吗 最后呢 我再跟大家 重复一下我们的联络电话 514-721-2882 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 www.ibpsmtl.org 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 非常感谢法师今天给我们的故事 和给我们的开示 阿弥陀佛 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那我们下周见